京城四點多 一名富人鬼鬼祟祟出現在停車場 不過他蹲在地上似乎在燃燒東西 行為相當可疑 下一秒站起來朝著停車場的車輛 附近圍繞 過沒多久一輛貨車突然燒了起來 整輛車都被大火給吞噬 消防人員貨爆後立刻拉起水線進行滅火 不過小貨車已經被燒得面目全非 車頭擋風波力全都碎了 暗夜火燒車發生在新北市林口 七號清晨四點左右 一處公有停車場突然冒起大火 現場兩輛貨車還有一部尾式排機車遭到嚴重燒毀 原本是要去電競參展車主才將車子放在停車場 沒想到卻被突如其來的一場大火 車上的電腦設備全都被燒毀 損失相當慘重 這樣大概損失多少錢 我不知道 不知道那台摩托車就80萬 那台車子是台灣數量很少嗎還是怎麼樣 其實我現在應該已經絕版了 那是專門有在玩的人 本分局於案發後立即組成專案小組 迅速鎖定一名涉案的婦人 並且在今天早上10點左右棄捕到案 婦人到案後表示不認識受害者 至於為何會重火動機已久不明 這場火災財務損失將近300萬元 嫌犯被易公共危險罪移送法辦 近新聞確認您財訪報道 立刻上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報紙人